小姐带大家继续逛海洋公园里面的探险岛水族馆 里面有各种鱼类和珊瑚 除了有超大水族箱 还特别提供触摸池 让大家与海洋生物互动哟 我们赶快一起进去看看吧 入口前还有瀑布造景很壮观哟 首先是热带雨林区 可以看到各种淡水鱼类 模拟森林间的溪流 再来是沙岸与沿岸区 可以看到好多海星哟 旁边还有珊瑚礁附近的鲨鱼和鱼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 这里是大海中的洞穴 也就是沿河地形区 好大的龙虾鸭 这里还有一只躲在椒盐后 巧姐在玩互动游戏书 这里就是海湿区的下方哟 挂底沙啦 这里还有个互动小游戏哟 这里还有个互动小游戏哟 再进来就是漂亮的水母区 很适合大家来拍照打卡哟 接着就是刺激好玩的触摸池 大家记得要先洗手才能触摸哟 旁边就有洗手台很方便 我们要来摸摸看海星哟 再来摸摸看海参 再来摸摸看海参 这里有个互动小游戏 可以跟海里生物比赛 谁有比较快 光雷勒可以来跟花园们拍照休息 接着就是来欣赏超大水族虾 每天有两场生态解说哟 可以近距离看到各种大型鱼类 有鲨鱼鱼 米木鱼 还有石斑鱼 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呢 有时间在这里逛半天 也不嫌多哟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